上一次我们研究了以赋所书 第四章第一到第十节 你们可能还会记得 我们讲到了和而为一的问题 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这本是以赋所书的一个主题 以前保罗讲到 我们怎么样赢得耶稣基督 首先对于和上帝和好 也怎么样使得犹太人和外邦人和好 现在又讲到教会里面 怎么样彼此和而为一 第一到第十节提到 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 都参与了是我们合一的这样一种工作 同时我们自己每一个人 以及我们相互之间 都要彼此竭力的追求 和保守这样一种光景 因为我们可以思想 如果在地上 在上帝所造的人当中 尚且不能达到和而为一 我们怎么能够想象有一天 天上地下都要在基督里面 同彼此一 说到合一的要求 我们说在这世界当中 在撒旦的破坏捣乱之下 在每一个人的老我还存在的时候 每一个信徒之间要合一 谈何容易 不容易 但不等于不可能 因为我们的合一是有基础的 也是有前提的 何况 除了三一真神 在为我们的合一而努力 他还赐下了使徒 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 我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知 建立基督的身体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 同归于一 所以 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 赐下他这种根治 让人担任不同的职分 有一个目的 也就是为了帮助他的儿女 能够达到何为一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就很有意思 可能教会里面 个人担任的工作的不一样 因为上帝给个人恩赐不一样 正下第十章第七节所说的 我们个人蒙恩 都是照着基督 所量给个人的恩赐 首先我们知道 这是恩赐 如果一个人意识到 这些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 加给我们的 上帝所送给我们的礼物 而不是我们自己说 固有的 配得的 赚来的 换来的 那我们就不会骄傲 甚至于为自己所得到的最小的恩赐 也会有一种感恩的心 使徒不会看不起先知 牧师不会看不起教师 传福音乐也不会嫉妒先知 或者是做教师的 去嫉妒做牧师的 但另外一方面 我们的粮气有多大 上帝也就给我们多少 我们的器皿越大 我们接受的油 圣灵恩膏也就越多 我们越是追求做圣洁的器皿 上帝就越能够 让我们成为他手中 合用的贵重的工具 上帝赐下所有这些 使徒啊 先知啊 传福音的牧师教师啊 这些职份原来都是为了成全圣徒 使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义 但很可惜的 有的时候在教会的高层 在担任圣证的人当中 有嫉妒纷争不和睦的事情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又怎么能够使得信徒合而为一呢 世上 有信徒写信给我 我们教会里面的情况难过 并且提到 有些所谓的传道人 彼此就是纷争 甚至像世界上人一样 争权夺利 但愿今天所有现身的亲眼男女 所有主力的同工 都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来着想 都能够想到 有分于上帝的工作 已经是最大的福气 在圣工当中 在从事旧灵的工作当中 我体会到 从来只有小财大用 而没有大财小用的 因为我们既然能够为万王之王 既然能够和万族之主同工 既然能够从事旧把跟我们一样 本来是必死的人类 他们有一天 应若我们的工作 能够得享永生 这是何等的真容啊 但有的时候 有些人觉得 我是大财小用 所以在教会里面 也引起了一些纷扰 而有些人呢 认为自己有非常大的才干的能力 就必须要把持一切 甚至于是 要为自己营造独立的小王国 要人尊它为大 所有这些 又是纷争的另外一种因素 让我们悔改 让我们谦卑在主的面前 让我们俯伏在他的脚下 好 我想再回头讲 耶稣资下 做使徒 做先知 做这个 传福音乐 做牧师的 做教师的 种种的恩赐呢 为了要成全圣徒 那么成全这个字呢 也可以体会说是装备圣徒 而且在希腊原文里面呢 这是一个修补 复圆 完善的意思 就好比 补一个网楼 或者是捷布一条 断了的手臂 今天我们现身做传道人呢 应该反省一下 反攻咨问 我们的教会当中 为弟兄姐妹 有没有做到这个工作呢 但这还不是最终的目的 我进一步讲 之所以要装备信徒 要使得信徒得到改善 是因为要各尽其知 在英文呢 是说到 使得主的工作 能够继续的推进 而推进工作 进行实际的这种侍奉 是为了要建立基督的身体 使教会能够在地上 不断的发展 这是其一 第二呢 上帝赐下使徒先知 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来呢 为了使信徒们 能够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怎么样建立教会呢 造作教堂 我看就算是 再大的教堂 再好的十倍 相对的讲 也是比较容易的 但实际上 真正组成教会的 不是讲它 以致风扇钢琴 而是每一个圣徒 以及有这些圣徒的 结合体所形成的一个团气 这里所要求的第一 是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我们知道教会当中 彼此勾心斗角 互相攻击 或者是分道扬镳 这当然是不好 但是做到了一起 也在一个礼拜堂里面 但如果是各想各的 各管各的 貌合神离 一样 也说不上是理想 但就算是平时很谈得来 甚至于谈得很投机 但如果不能在真道上 同归于一 还是没有达到目的 所以这里面 上帝结束他的普人 他的私女 他所安排的 担任各种职分的人的工作 来使得圣徒在真道上 有一样的认识 一样的信念 我今天 感觉到我的生活 生命有意义的一点 也就是我在圣公上 在这样的一种侍奉上 有一点点的参与 另外一个层面呢 就是要一直的等到我们 在基督里长大成人 在属灵上 要不断的增长 不能老是停留在 基督道理的开端上 也不能一直在灵性上 是一个发育不全的 或者是一直处在 一种侏奴的一种状态 我们必须要长大成人 保罗说 我们在恶世上 要像小孩 在善世上 要像大人 保罗另外在其他的 这个地方也提到 我们要刚强做大丈夫 也同样是一个意思 因为保罗其实在 十四节就说到 是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 被一切异教之风 咬动 飘来飘去 就随从各样异端 在心智上 一直是很幼稚的话 在属灵的知识 灵性的经验上 一直是非常 微弱的话 我们就会受人的欺骗 特别是被 世俗的异教 知学 或者人为的理论 所动摇 但这样是不是 到此为止 不 更高的目标 是满有基督掌成的胜量 这就成了第三个层面了 也可以说是最高的层面了 不过这里面 都告诉我们 一个渐进的过程 逐渐的在真道上 同归于一 长大成人 达到基督掌成的胜量 就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吧 他也是一个从孩子 儿童 少年 青年 逐渐的成长 他的身体是这样 就是他属灵的知识呢 也是经过不断的学习 他人生的经验 品格的长进 也是不断的加强 正像路加福音 第二章最后一节所讲的 他的智慧和胜量 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 都一起增长 我想下面继续讲解之前 请大家听首歌 若有人在基督里 道路说 他就是个新造的人 新造的人 但愿我们能够重生 然后再不断的成长 时代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的实行走灭片 九十一步 九十一步 都变成心的了 若有人在记不定 他就实行遭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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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人在记不定 他就实行遭远 若有人在记不定 他就实行遭远 九十一步 九十一步 都变成心的了 若有人在记不定 他就实行遭远 九十一步 九十一步 都变成心的了 若有人在记不定 他就实行遭远 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真是心臟病人,就是因果,就是因果,都变成心理人。 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真是心臟病人,就是因果,就是因果,都变成心理人。 有生命,就会有生命的表现,而生长呢,就是生命表现的一个重要的生,凭此呢,就是死亡的开始。 但是,耶稣基督的一生,就教给了我们一个功课,要不断地长进,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如果我们现在虽然幼小,不要紧,只要我们是有生命的,我们一定会逐渐地成长。 但如果生命枯萎了,停顿了,那就有危险。 虽然我们现在幼小,但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几乎是到了长大成人了,但从此就停止了,不朝着耶稣基督的完全去努力追求,不响应耶稣的呼召。 就说,你们完全像你们天赋完全一样,那倒是很危险。 希伯来书说,我们不是退后入成人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至于灵魂得救的那等人。 我们要不断地掌心。 上帝的旨意呢,原来也是这样,并不是要我们成为属灵上的婴孩,以至于受到魔鬼的诱惑,或者是人的欺骗,以至于我们在信仰上动摇跌倒。 那么,怎么能够掌尽呢? 从15节到16节里面,就给我们提供了几点很好的意思。 这里说,唯用爱心说诚实的话。 这诚实话,在英文,原文当中,也就是真理。 用爱心去讲述真理,要达到合一。 要达到长大成人,这点是不可少的。 如果有人这样说,我讲这话是出于爱心,但是话语里面没有真理,那有什么价值呢? 怎么能够肯定你是出于爱心呢? 而另外又有些情况,说讲的是真理,但并不出于爱心。 这两者都不能帮助我们达到前面所要求我们达到的目的。 就是,使我们能够长大,或者使教会能够合一。 不,相反今天有些事情,正是他的反念。 今天不是实际上有这样的事情,在影响着我们吗? 有人似乎是在讲真理,但确实, 着重不是出于爱心,而是攻击别人。 但也有另外一种情况,似乎是标榜爱啊爱,但是所讲的,连篇磊读的,都没有点真理和正义。 第二点,我想保罗要我们注意的说,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这里面呢,也有两种情况。 有的时候呢,我们弟兄姐妹,好像各个方面都长进。 学位也高了,事业也发达了,钱财也多了,甚至财干也增长了。 但是呢,并没有连于元首基督,没有把荣耀归给他,没有从他得到天上来的能力,都是靠着自己在拼搏,都是为着自己。 而同时呢,又有另外一种情况,有些人说,我是紧紧地跟着耶稣基督的,却没有一点掌心的表现。 这个,又怎么成呢?是不是,是羞辱耶稣呢? 难道,基督是要我们不长进吗?甚至要我们退后吗?不。 保罗曾经劝提摩泰说,你要在这些事情上,让人看出你的长进来。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一个属灵的人,一个属灵的团体,他增长的秘诀,在于和基督紧紧地相连。 如果跟基督紧紧相连的话,那么他一定会成长。 而他增长的时候呢,他也一定会把荣耀归给主。 但今天,教会有的时候呢,教会大了,人多了,捐款多了,荣耀就归到那个创办教会的人,或者是那个地方上呢,也要牧师去了。 这是很错的,但另外一方面呢,有些教会说,我是很有真理的,我是很研究圣经的,但是老是,这个冷冷落落的,老是,教会没有一点增长的迹象。 这怎么能够表明你真的是有真理呢? 非但说,人不多,而且在少数人当中,灵性的经验也是非常的少。 属灵的品德,果子简直找不到,那这实在是,可能是自欺其人。 好,保罗讲到的第三点,十六节说,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白结,各按各止,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 这就来到了一个互相搭配的问题,整个身体有四肢白体,不能都是眼睛,或者都是耳朵,也不能都是手臂,或者都是腿,要互相的联络。 而联络呢,要联络的合适,不调一致,要有一个整体的反应,不仅仅是外调上,要联络的合适。 我们知道,有的时候,这个有些人手跌断了,是不是? 上了石膏,但接起来以后呢,联络的不合适,错位,这就不好了。 但不仅仅是外表上要联络的合适,比如说呢,我们不能把腿接在脖子下面,对不对? 但更重要的是,里面那种联系,如果都是顺服着援手基督,都是听着一个大脑的指挥,那就会协调。 不会时常有别扭。 另外呢,每一个人都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做出自己的贡献,发挥自己的功能。 在这个基础上呢,要彼此相助。 一个器官不能独立的,要彼此帮助。 嘴唇跟石头如果不协调,就会咬到石头。 牙齿跟石头呢,我们知道,虽然有不同的功用, 但也要彼此相助。 这些都是很明显的例子。 在教会弟兄姐妹当中,也是如此。 如果能够做到这几点呢, 就是,一个人跟基督有了联系。 而且呢,和其他的肢体呢,都能够互助合作。 如果能够做到爱心去拥护真理, 那么就一定会成为一个成熟的人, 长进的人, 逐渐像基督的人。 这个下面呢,我想,请大家听一首歌, 我愿能更像你。 我愿能更像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词 杨茜茜 作词 杨茜茜 作词 杨茜茜 我们每个人如果都有一个愿望 我愿意更加向主的话 那么这样一个集体 组成的教会 当然就会在属灵上渐渐的增长 而且在爱中建立自己 所以不认个人的灵性 或者以整个教会来讲 都是如此 总之一句话 离了基督 离了爱 离了真理 就一无所成 如果紧紧的扣住这几环 在基督里面 在爱里面 在真理里面 和弟兄姐妹互相的勉励 彼此的帮助造就 就一定能够使自己和别人 最终使教会 能够在真道上 同归于一 而且呢 在灵性上 不断的会增长 下面呢 我们从十七到三十二节 也有很好的意思 我趁着这机会呢 就讲一讲 你手边是不是有圣经 如果你手边没有圣经 家里也没有圣经 确实是很想要一本圣经 以致能够帮助你 更好地学习上帝的话语 和收听我们课程的话呢 你不妨买信给我 我非常愿意 能够尽 所能地帮助你 得到一本 免费的圣经 因为圣经是 天下大经 是神 启示他自己 和他旨意的本书 我们不是常常讲吗 圣经是我们 信仰的基础 是我们品德的标准 是我们经验的四经史 是我们讨论 最后的仲裁者 所以这本书对我们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的话 无论如何 也想办法得到一本 或者其中有一个方法 就是你写信给我 你记下我的通讯地址 香港邮政总局信箱 7600号 你就去旺朝收 我收到了以后 我会请同工 尽快地 能够为你提供这本 宝费的书 记下了吗 香港邮政总局信箱 7600号 旺朝收 旺就是希望的旺 潮水的潮 如果你用传真的话 可以 用 852 257 6019 也写 旺朝收 就可以了 好 有圣经的就 请打开 以复所书 第四章 17到32节 保罗首先 从17到19节讲到 凡蒙主恩赵的人 不要效法外邦人 20到24节 是一个除旧更新的要求 25到28节 是讲到 怎么样对待魔鬼和罪恶 29到32节 是讲到信徒 怎么样对待上帝的圣灵 以及追求品格上的成圣 让我们先看一看 这个17到19节 好吧 保罗这里讲 所以我说 且在主里面 确实的说 你们行事 不要再向外邦人 存虚妄的心行事 他们心地昏昧 与上帝所赐的生命 隔绝了 都因自己无知 心里刚硬 良心既然算尽 就放纵私欲 判行种种的污秽 保罗越讲越具体了 前面的段落里面 保罗讲了一些 比较是理论性的东西 讲到了一个人 怎么样能够 在基督徒的经验当中 不断地成长 而现在呢 就讲到具体的方面 首先保罗要基督徒 不要再像外邦人那样 外邦人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们的心地昏昧 与上帝所赐的生命 隔绝了 一个和上帝隔绝的人 他的光景是怎么样的呢 这里面说 第一 就有一个虚妄的心 第二 是一个昏昧的心 第三 是一个刚硬的心 第四 是一个良心算尽的心 哎呀 这就可怕了 如果我们的 这个医生说 我们的心状 又是冠状动脉有问题 又是这个 二肩半三肩半有问题 又是这个那个 心房心室有问题 那就危险 同样我们的良心 我们的心灵也是这样 如果是 又虚晃又昏昧又刚硬 又良心算尽的话 那是非常可怕的 心是这样 那么 行出来的事情又怎么样呢 就一定是放纵私欲 而且 还贪行种种的误会 中国话不是 老实这样讲吗 爱莫大于心死 这就是可怕的一幕 正像一个基督徒 要不断的长进 同样的 看见外邦人在犯罪道路上 越走越远 越陷 就越深 正如一个基督徒 他的生命要不断的丰盛 但是外邦人呢 在没有得到基督之前呢 他们一步一步的 走向心灵的轮亡 保罗讲到这里 他的神情非常的严肃 他说 而且是在主里面 确实的说 诚实的说 跟上帝分离 和上帝所赐的 属灵的生命 隔绝 是非常可怕的 这里的心地刚硬 在原文是用了一个 化石 这样的一个字 也就是说 发展到麻木不忍 毫无知觉 一个心 比石头还硬裂 这样一种光景 那是非常可怕的 但是 在基督里有应许 就以希基书说 上帝要处去我们的实心 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 一个旧的心 一个能够感染他的爱 能够响应真理的心 但在这一步来到之前 是有一些事情要做的 从第二十到二十一节 保罗做了另外一个对比 他说呢 你们学了基督呢 却不是这样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 领了他的教 学了他的真理 就脱去你们 从前行为上的救人 这救人是因私欲的迷惑 渐渐败坏的 要将你们的心智 改换一新 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 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这里有三个字 一个是听他的道 一个是 领会了他的教训 一个是学了他的真理 听的不一定 听进去我 是不是啊 也不一定是领会我 但就算是领会了 有人 并不就是笑学 这个 在英文清定本圣经里面 所讲的就是说 如果我们真的是听过他的道 领了他的教 学过他的真理 我们就绝不会像 刚刚所讲的外邦人那样 这里面 就一定有一个除旧更新的工作 保罗在这里是用了个 比喻性的 象征性的说法 就好像 人穿衣服那样 要把旧的衣服脱掉 要穿上一件新的衣服 意思就是说 要把我们的旧人 要除去 要穿上一个新人 这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中国人 在以前 在过新年的时候怎么样 都要除旧更新 防务打扫一番 小孩子 要脱去那个 平时穿的 旧的 甚至破的衣服 穿上一件新的衣服 保罗用了这个比喻 我们脱去旧人 要穿上新人 这只是外面的 而里面呢 更加要新意更新 要新智 要改换一新 你不能说 我里面呢 心是很清洁的 但是外面呢 很肮脏 很邋遢 那不行 但 你说 这个 外面很干净 但是 里面却很 不粗 像个垃圾桶那样 那行吗 也不行 基督教是 由里到外 并不排斥外 而且 以外面来证实 反映里面的 但是以里面做基础的东西 这是基督教 基督教不是 改革幻面 不是改良主义 不是修修补补 基督教 是由基督进入 我们的 污秽的内心 来再造我们 来重生我们 然后呢 就在言语生活上 不见地表现出来 我想 在继续讲解之前 让我们听一点点音乐 这是一个契乐 音乐 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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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